第四 继一切依报正报 皆伴有编伴无编之邪见 经文 世则 世人穷行殷空 以其所见心路抽度 一切众生一生之中 既其衔接半生半灭 明其世界一切所有 一半有编一半无编 前世 注视 以其所见心路抽度 为此行者一其定中 以定律所福顾 其行因之千流 其余即返 他便截得他的行因已灭 即使出定才发觉行因任在 于是他便以为他的行因灭了之后 又再生 如此他便见行因之时生灭时 十生十灭 如此他便见行因时 是十生十灭 于是以自己的心路的历程 去愁度 而记着法界一切 一报正报 皆是如此处 于十生十灭 半生半灭的状态中 这又是外道人 以自我为中心 而普度 记着一切的另一个例子 一观 四则四人 享音寂静 行因现前 既以定律 言穷行因 亦求其空 以其入定 初定时 所见行因 乃时生失灭 既以自心路 历程 筹度即着 一切众生 一生之中 既其玄阶半生半灭 又以此推 明其世界中 一切所有之物像 一皆是一半有边 一半无边 这个就是没有大物 功夫不够 乱讲 很可怜的外道 我们非常有福报 听到如来的正法 知道他的错误 二 结语 作为外道 有边论 经文 由此计度 有边无边 堕落外道 或菩提性 是则名为 帝师外道 立有边论 一贯 由此自心谋 所作祟 而 邪迹妄度 诸法 有边无边 之戏论 因而 堕落于外道 这二见 就是邪佛法 反而变成外道 以至 或乱 自他 菩提正洁之性 是则名为 第四类外道 所立 之有边 邪论 第五种 行音的第五种阴谋 会坐入 四种交乱论 经文 又三目中 诸善男子 坚宁正心 谋不得辩 穷身内本 观彼 幽青 长老 动眼 以至见 中生 嫉妒者 是人 罪入 四种颠倒 不死交乱 天际 虚论 翻过来 二次一六 什么叫做 不死交乱 这个不死 就是指 不死天 也就是无想天的果报 外道 既无想天 是究竟涅槃之处 所以又称之为不死天 且说修行人 一生一世 如果不随便乱答人家 死后当生彼天 你就是不要乱答 他们又说 如果自己实在不知道 而勉强回答 就会造成交乱 因此为了避免交乱 他们立了一项规矩 如果有人问任何问题 身为本派的弟子 你就应当回答说 这是秘密 言辞 不可明说 因为自己不知道 或者含糊 其词地 做不定答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是大级的士尊 他回答不出来 又怕答错了 又想往生 无想天 他就不敢乱答 佛对他们这种做法 就呵斥说 吃真交乱 佛真了不起 这才是真正的交乱 是不是啊 回答不出来 又不敢回答 你只是避开问题 并没有面对问题 也就是说 他本来是为了避免交乱 而牟铃娘可含糊其词 结果反而成了真正的交乱 以其言辞闪烁不定谷 因为没有大悟 不是像如来 世尊 是不是啊 一观 又入于山谋地中 知诸善男子 坚固凝囊 不动 正其心念 不起爱求 外谋 不能得其变 故能增进而破响音 响音即破 行音显现 故能穷使恶生类之生死根本 也就是行音之体 而观比行音趋势 幽影轻轻 恒常扰动生灭之根源 就是趋势 然 以笔定中所得的知见中 不能明了解者 而生虚记妄度者 次人即坠入世种颠倒 以求外道不死天 无想天的果霸 而作交乱 周遍季度之希望言论 分类 就类别 一继八亿的交乱论 经文 一则世人观变化言 见千六处 明之为变 见相细处 明之为恒 见所见处 明之为生 不见见处 明之为灭 相细之音 信不断处 明之为真 正相细中 中所离处 明之为简 各个身处 明之为有 户户王处 明之为武 以理督观 用心别见 有求法人 来问其意 答言 我今一生一灭 一遥一无 一生一节 搞不清楚状况 以一切词 皆乱其语 令比前人 遗失张继 遗失张继 就是摸不着头绪 你来问 就是答不到 正确的答案 翻过来 二四二一 倒数第三行 一则 世人一定中 观想音 已尽 行音显现 于是尽而 观行音 因为那是一切 变化之根源 当他 观见行音 之千流处 便明之为 行音的无常 变异性 变异相 便明之为行音的 无常变异相 若观见行音 虽然千流 但也有前后相续之处 于是 他就明之为行音 是恒常之相 因为 因此 他下结论说 行音有常 有无常 也就是一常 一无常 因为看到 不究竟 不透彻 卡在这个行音 他 他 又在 他能够 观见及所见的 八万节处 看到有众生生起 于是 他就明之为生 而于八万节外 不见如 他先前所见之处 看不到 有众生生起 是一切 皆灭 他便明之为灭 于是 他得到 另一个结论 行音 亦生亦灭 他又观察 是为 如果前面的行音 亦灭 后面的行音 尚未生起 这中间 毕竟有个 另前后 衔接起来的 相续之音 存在 但他 却观见 行音之千流性中 仍有 不间断之处 在这前后音 衔接处 本音中断 却没有中断 并有如多出了一个法子 这多出了一个法 他便明之为真 反之前后音 正相细中 其中间 为前后 而因所分离 之空切处 也就是虽然相细 而且中交 比如说 入息 出息 呼吸 气出来 再吸进去 中间会短暂的停留一下 就有如少了一法 这种情况 他便明之为灭 以明之为简 这种情况 他便明之为简 此行者又应观众生 各个皆有独有 各个皆有其独有之深处 他便明之为有 见其夫妇相帅 皆归王处 进皆由始 他便明之为五 于是他又得到一个结论 一切法 皆亦如色 亦有亦无 以上八种表面上 虽皆是 以理都观 出法 然而 由于行者之用心 有差别 因而 一见同一法时 却前后不一致 不能够真正 得如理而 确定之见 以其所见不定固 若有求法人 来问其修正之意 他即答言 我今所见 唯一切法 乃一生一念 亦有亦无 亦争亦减 无有一定可说 一 地观其心 亦亦无处 亦无得正 有人来问 为他一致 但言其无 除无 至于 无所言说 这个无不是佛陀所悟的那个无 差了十万八千里 乃 二事二事 一贯 二则 世人一定中 地观其行音之心 当行音之身 助恶相 灭的当下 他见一切皆无 他一世在此 占无的现象中 与法法上 互互相推相远 而皆自以无处 从而忘记自己因无 这个字而得正通 即悟一切 终归无 这个无是断灭 不是佛体悟的那个无 差十万八千里 一个是正解 一个是邪见 断灭见 不一样的 故若有人来问法的时候 他为达一个字 为达一字 但言其无 且除了无一字之余 即完全无所言说 什么话都不说 二事二五 据为是之交乱论 经文三则 世人地观其行 各个有处 因有得正 有人来问 为达一字 但言其事除事之余 无所言说 一贯 三则 世人一定中 地观其行音之心 当他关键在行音的异象 以灭象之后 仍有身相 以助相再生起 即下结论 即下结论为一切法 各个皆助于有处 一切法有 且忘记其疑 因有中 而得正无上道 正一切法有 不知道一切法都是原起 因此 因此 如果有人来问法 答言 义由 即是义无 义无之中 不是义由 一切交乱 无荣穷劫 无荣就是无法 穷就是追问到底 劫就是问 再追问下去就是讲不出所以然 就是无荣穷劫 无法追究到答案 你答义由 亦是义无 义无之中 不是义由 那讲什么 所以这既有无之交乱论 二十二七一贯 道出第四行 四则 四人一定中观察行因时 因为双观其深处及灭处 故有无据见 因为其所观尽之相 细分之不齐 故其心亦乱而不亦 因此若有人来问法于他 他便答言 法亦有 即是义无 就是也灭啊 以一切有生必归于灭 故有等于无 但是他却又说 义无之中不一定是亦有 是亦有 那么亦已灭者不一定更深 所以不一定还有 如是他把一切玉璃 以及文字全部交乱了 令人无穷窮解 无容穷解 而得到任何明白确定的答案 一切一团混乱 第二 结于度为外道 经文 由此嫉妒交乱虚无 堕落外道或菩提性 是则名为第五外道 是颠倒性不止交乱 骗记虚论一贯 由此自心谋之作祟 而学记妄度 成为交乱道理之希望 空无之言说戏论 因而堕落于外道之二见 从而祸乱至他菩提正极之性 是则名为第五类外道的四种 迷政力学的颠倒性 都是为了求外道的不死天的果报 不亦给人灵气之见解 所作之交乱 正之见 周遍基督虚妄之论 前论 这四种交乱论究竟有何过失 其过就为何 以令人思维不清 度于无名一吃 二 令人思正之见 三 令求乏者无所适从 第六 继死后仍有十六项之邪见 尖文 有三魔忠 诸善男子 尖灵振心 谋不得辨 穷生内本 观彼幽青 长老动眼 以无尽留心 忌无尽留心 忌妒者 此人 坠入死后有相 发心颠倒 好 打笔拿起来 或 旁边编号A 或字顾生 淫色是我 第二 或见我文 这个或的旁边编你 你 或见我缘 寒遍国度 云 我有色 二 四 三 令 这个或 以前言这个或 旁边编号C 或比前言就是眼前 外色之言 或比前言眼睛所看到前面这个阴言 随我恢复 恢复 淫色属我 这是C 这一段是C 以下 或就是编号D 或复 我依行踪相细 淫我在色 这个是D ABCD有四段 等一下你就知道 接济度严死后有相 如是行团 有十六相 为什么有十六相呢 把这个色 瘦 想排列下去 就是六 刚刚已经编号ABCD了 好 再看一遍 二十二九 看一遍 或字顾生 淫色是我 如果是换第二个字呢 就变成瘦了 或字顾生 淫色是我 或见我言 含片国度 淫我有授 须就是或比前言 随我恢复 淫受属我 第一 或复 我依行踪相细 淫我在授 那么想也是 就是色 受 想 行 因为这个外道 他的功夫只能到行音 在底下更维细的第八意思的四音 他完全闽难不知 茫难不知 所以他只能讨论色 受 想 行 那么刚刚编的ABCD 四乘以四 就是十六 好 翻过来 二三 二四三零 第一 或复我依行踪相细 因我在色 皆嫉妒言 死后有相 如是行凡 有四六相 这个一色 受 想 行 色是相 受是相 想是相 行是相 四四十六 从此或计 必尽烦恼 必尽菩提 两性 并驱 各不相处 由此嫉妒 死后有故 堕落外道 或菩提性 是则名为第六 外道 立五音中 死后有相 心边导论 二四三一 道指第一行 义贯 又入于山摩地中 只诸善男子 坚固宁定 持正其心 不起爱求 外谋 不能得其变 故能增进而破响音 响音即破 行音即显现 于是他便在定中 穷就十二生 类之生死根本 行音 而观比行音 幽吟 轻轻 恒常扰动之根源 故他即以比行音相细 无尽之牵流向 提早知所 而生嫉妒 此行音为诸动之本原则 此人从而坠入死后 仍会以再有色 受想行 色受想等诸音相 再从行音升起之谬见 从而发心颠倒 或是坚持固守此身形 而云似他之色是我 此为继色是我 或望见我性年龙 含片时光过度 而云我拥有色 此为继我大色小 色在我中 或比现前所言之色 能随我 就任凭我 回行网复应用 而云色属于我 此为继离色是我 破护我系一行音中 之牵流相细之相而存活 故隐我在色中 这个是既色大我小 我在色中 如是等皆虚妄嫉妒 而言死后生生已死 但我心事仍在 故乃 故仍有我相在 如是之论说 循环王复 共有十六种相 从此 或更转身一程而记着 必尽烦恼 以必尽菩提 皆是由有为的行音之造作而成 因此皆如行音之无尽 是故真以妄二法 至两性并驾齐齐 就是同时并存了 并行而不备 故各不相处相反 由此 至心谋之作祟 而邪迹妄渡死后 仍有诸因相故 因而堕落于外道之二见中 于是祸乱至他菩提正觉之性 是则则名为第六类 外道律五因中 此后有相 于是成就至心谋所造之颠倒 邪论 二四三三中间 七 八种邪迹无相 有三摩中 驻善男子 坚明正心 谋不得变 穷生内本 观彼幽青长老动言 以先除灭色受想中 生计度者 世人坠入死后无相 发心颠倒 二四三四 见其色灭 行无所因 观其想灭 心无所系 知其受灭 无护连罪 因性消散 众有生离 而无受想 于草木同 此时现前有不可得 此后银河更有诸相 因此堪教 此后相无 如是循环 有八无相 从此 祸及涅槃 因果一切皆空 除有名字 究竟断灭 也无此嫉妒 此后无故 堕落外道 或菩提醒 四者名为 地区外道 利无因中 死后无相 心颠倒论 翻过来 二四三六 一贯 又于山墨地中 知诸善男子 坚固凝定 持证心恋 不起爱求 外谋不能得其变 故能增进而破响音 响音即破 行音即显现 于是他便在定中 穷就十二生类之生死根本 这是行音 而观比行音之幽阴 轻轻 恒常扰动之根源 这是趋势 此时若于先前 已经除灭的色受响三音中 而生邪迹仇度者 意思是说 色受响 本有金武 因为他已经进入了行音 前面都 本来有 已经被他断除了 如今行音四人有 将来也当成无 四人 遍罪入外道 所寄质的时候 一切法皆归无相 这断灭论 则其发心 遂成为颠倒心 此人一定中 观见其四大之色灭之后 则念其身形 无负所应 则所依 若在观其想音灭的时候 则念其身 无负所欲 则念其身 无负所欲 则念其身 无负所欲 而当他 知其受音灭时 则记他的色 以身 无负连罪 之桥梁 因他 以为前面三音之性 记以消亡善灭 啊 记以消亡善灭的 此行音 众人有生理 仍旧存在 然而 记无受想恶因 此身 乃于草木桶 又 此事受想行 试音之指 这题 纵实现前 一定中 由不可得 此后 亦何更有诸音之相 可得呢 因此 就是一次 看教 也经过了 确认 出和 确定之后 可下结论说 生前 以死后 试音之相 皆无 如是循环 论 共有八无相 八无相 论 就色受想行嘛 一个是二嘛 所以加起来是八嘛 既然 现前 知空 既无修正 而死后 也是空 便无证果 是故 从此 获吉 涅槃 菩提 因果 一切 事 出 事 法 皆 细 空 无 屠有名 子 并无 实 迹 一切 法 究竟 归于 断 灭 虽 成为 波 无 因果 的 大 邪 见 人 哦 这个 很可怕的 认为 没有 因果了 是 行者 由此 祭 度 死后 一切 皆 归于 空 无 啊 一切 皆 归于 空 无 故 堕 落于 外 道 之 恶 见 也 皆 学 佛 法 成 外 道 以至 祸 乱 自 差 菩提 正 觉 之 性 事 则 名 为 第 七 类 外 道 所 立 于 无 因 中 既 死 后 无 相 心 魔 所 成 之 颠 倒 恶 论 好 二 四 三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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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俱 非 虚 论 听 文 又 三 莫 中 诸 善 男 子 天 灵 振 心 某 不 得 变 穷 生 内 本 官 笔 幽 青 长 老 动 元 于 行 存 中 兼 受 想 灭 双 继 有 无 自 体 相 破 四 人 坠 入 死 后 俱 非 起 颠 倒 论 射 受 想 中 见 有 非 有 行 千 流 内 官 无 不 无 如 是 循 环 穷 尽 阴 界 八 句 非 相 随 得 一 言 皆 言 死 后 有 相 无 相 又 即 诸 恒 诸 行 性 千 而 故 心 发 通 悟 有 无 即 非 虚 时 诗 错 由 此 季 度 死 后 即 非 后 继 昏 蒙 无 可 道 顾 堕 落 外 道 或 菩提 性 赤 则 名 为 第 八 外 道 利 五 音 中 死 后 即 非 心 颠 倒 论 翻 过来 2440 第一行 赤 受 想 中 见 有 非 有 这个 有 是 指 行 音 之 有 非 有 是 指 已 灭 的 全 三 音 因为 前 这个 三 音 已经 灭 了 所以 成 为 非 有 这 指 说 于 已 灭 的 色 受 想 三 音 当 中 相 对 于 现 有 存 的 行 音 之 有 行 音 现在 讲 有 那么 前面 三 音 就是 非 有 行 千 行 千 流 内 行 千 流 内 观 五 不 五 行 就是 行 音 五 就是 前 三 音 之 五 不 就是 非 五 非 五 就是 有 此 为 于 现 存 的 行 音 之 千 流 内 对 观 于 前 面 三 音 之 五 那么 这个 三 音 之 五 并非 五 而 是 有 也 就是 说 前 三 音 之 五 这件 事 是 有 的 如 事 循 环 循 环 循 环 指 循 环 作 观 由 后 关 前 由 前 关 后 但 此 所 谓 行 团 作 观 其实 就是 绕 千 子 穷 尽 音 读 音 戒 音 指 色 受 想 行 试 音 戒 就是 界 限 范围 八 巨 飞 象 什么 叫 八 巨 飞 象 呢 有 根 无 二 法 与 巨 飞 排列 组 合 聚非就是通通 两个非了 叫做聚非 有也是非 无也是非 叫做聚非 或者有 这个聚就是一有一无 非呢就是非有非无 所以聚就是同时存在嘛 非就是两个多否定嘛 排列组合即衍生四聚 以是非 称为八聚非 此八聚非是什么 一是有 二是五 三是非有 四是非无 第五一有一无 第六非有非无 第七非一有非一无 第八非非有非非无 这对初学佛法来讲 真不知道从怎么个解法 这八聚非变成一切外道 言说序论的核心 将来我们会讲到 翻过来 二十四二第四行 立无因中死后即非 未必外道即以无因为体子 而立众生已死后 其无因即非有非无 也就是说 人死后其无因不是有也不是无 那是什么呢 说不出所以然 义冠 又 又入义三谋地中 知诸善满者 兼顾宁定 持证其信念 不起爱求 故外谋不能得其变 乃能增进而破响音 响音即破 响音即显现 因此他得以穷救十二生类之根本 就是响音 而观比响音幽隐轻轻 恒常扰动之根源 这些欺事 但是他却于响音善存当中 兼以受响恶音以滅 而双继亦有亦无 以善存则既有 以以滅则既无 行音的自体之相 以此有无之覆破 所以不能成立 世人于是坠入外道的时候 有无俱非 就是非有非无 俱非就是同时 有跟无同时 这妄论 从而更起种种颠倒谢论 此人于以滅之色 受响三音中 对见对观 行音之有 所以前面三音成为非有 行音有 前面就非有 而于行音迁流之内 对观前面三音之无 这件事也不能说无 此无也非无 而是有 无这件事 如是行盘对观论证 由后 现在观前面的过去 由前面观后面穷尽色色想行四音之界线 达有无俱非 而眼成八俱非相之乱论 于是谁己得一音为言 以此音作体财 比皆言 此音已死后 非有相非无相 又以其所计一切诸行 却是万法之性 即皆迁离正理之外 充满 而错 谬误 故 而错 谬误 其心 即依此等 谬离 而发谬通 与谬悟 从而 他即更加确定 有无俱非 之谬见 而另一切 事理之虚实 皆失其所措 皆失其措置之所 而另一切 事理之虚实 皆失其措置之所 由此对双前之双非 更推而 既度 使后 更推而 既度 使后 亦一切法 既非 有 非无 由 一如是些见 而 修正 此行者 但见后继 就是 此见未来 乃一片 昏蒙 茫茫然 无丝毫之道 或 实直离之道 实直离 啊 实直离之可道 你就可说了 这无丝毫之道 或无实直离之可道 事故 他便 堕落于 外道之恶见 你自 祸乱自他 菩提 正极之性 自则名为 第八类 外道所立于 五因中 使后 既非 非有 非无 新谋 所成 自颠倒 邪论 九 七计 断灭 邪见 这个计 不是 我们 刚刚讲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计 是指 交际处 意思是指 处所 七计 就是 七处 七处 七计 断灭 邪见 经文 有三魔中 诸善男子 尖灵圣心 魔不得变 穷生内本 观彼幽轻 长导 动眼 于厚厚 生 嫉妒者 使人 坠入 七 断灭 论 或 寄生 灭 或 欲 禁灭 欲 禁灭 就是 出禅 或 苦 禁灭 就是 二禅 或 极乐 灭 就是 三禅 或 极舍 灭 就是 四禅 柔是 心环 穷尽 七计 现前 消灭 灭 以 无腹 由此 嫉妒 死后 断灭 多了 外道 或 菩提 性 是 则名为 第九 外道 立五 印中 死后 断灭 心 编 导论 各位看 二十四五 道辞 第三行 七祭是哪里呢 一四大洲 东圣神洲 南增部洲 西牛后洲 北巨如洲 六一天 我们也讲过了 出禅 三天 二禅 第四 就是二禅 第五 三禅 那么 三四五 各三天 就是九天了 那么 四禅 就九天了 那么 第七 就是四空天 这是 一 四大洲 二 六一天 三 出禅 四二禅 三 五 三禅 六 四禅 七 就是四空天 七 七 就是七处 翻过来 二十四 六 一冠 又于山坡地中 知诸善男子 金固宁定 持正其心念 不起爱求 故外魔 不能得其变 乃能增进 而破响音 响音破语 行音即显现 于是 他便能穷就十二生 类 之生灭根本 行音 官比行音 幽阴轻轻 恒常扰动之根源 就是七十七四 然而他于行音 念念 灭处 以为是以后后 当归于空无 往后推论就是五 因此 而生 嫉妒者 四人 即 坠入 外道 七 断灭论 此人 或计 四大洲 以及六一天之身 当归于断灭 或计意境之出禅 当断灭 或计苦境之二禅 当断灭 或计极乐之三禅 当断灭 或计极死之四禅 乃之四空天 当断灭 如此行环推论 穷尽七迹 忘记现情之法 将是以归消 亡灭尽 灭于 以未来 却无负更生 此行则 由此祭祖时候 一切皆归断灭 而堕落于 外道二见 以此 祸乱至他 菩提正洁之性 是则名为 第九类 外道所立于 五因中 即死后断灭 新谋 所成之颠倒邪论 第十 邪迹五处 宪政 涅槃论 邪迹五处 宪政 涅槃论 就是 五宪 涅槃邪论 就是提早 记早 说 这是涅槃 经文 又三目中 诸善男子 天宁正心 谋不得便 穷生内本 官彼忧卿 长老动言 以厚厚有 生嫉妒者 世人坠入 五涅槃论 或以意界为正转一 官见年明 深爱莫顾 或以出产 心无忧故 或以二禅 心无苦故 或以三禅 极业随故 或以四禅 苦乐恶亡 不受轮回 生灭信故 迷有漏天 作无为节 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就是 本题的重点 历史 行音的十种阴谋 就是迷有漏天 明明是 烦恼生灭法 作无为节 以为是正德 不生不灭的 无为 如来的涅槃 五处安闻 为圣境一 把有漏的五处 认为是无为 不生不灭的境界 是五处安闻 啊 而圣境一 如是循环 五处究竟 由此季度 五限涅槃 墮落外道 或菩提性 是则名为 既时外道 立五因中 五限涅槃 心颠倒论 注释 这个通通要看 以厚厚有 生季度者 是为 观行音念念 相续无间 而既其最终 厚厚 必有十国产生 且恒常不灭 五涅槃论 五处 接着 究竟涅槃之邪论 五处是哪 五处呢 一就是六异天 以及设计的四禅天 就是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个五个地方 把它当作涅槃 其实这五个地方 都是有漏 生灭法 或以异界为正转一 异界是指六异天 转一为唯一式 法相的术语 所以这个能言经跟唯一式 白法 旗信论 有息息相关的思想 转就是转变 一就是所一 为转变下列的所一 成为圣上的所一 如同原来所一的燃法 或烦恼法 转而易于静法 或者是菩提法 或般若法 盖转一的汉域 即与断正一词相近 又转至 古德是为 转舍转德 意思是说 转舍列法 就是转恶法燃法 转变得圣法 获善法 或者净法 然需先转舍 然后再转德 先放得下 再有所得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你想拥有佛陀 所有的财产吗 很简单 就是身心世界 通通放下 你就拥有释迦摩尼佛的财产 这个世间谁最富有呢 你说哎呀 哪个的首富呢 几千亿 是不是啊 我说我最富有 为什么 我只要两个字 知足 我就全世界最富有 知足就不缺 是不是啊 我现在知足就什么都不缺 不缺我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诸位你也可以当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官知足啊 所以你想拥有佛陀的财产吗 很简单 就是全部身心世界 通通舍 你就拥有释迦摩尼佛所有的财产 不舍不能得到佛陀的财产 你舍不下嘛 舍不下烦恼嘛 啊 以下啊 然而 稀先转舍 然后再转得 正如一断正 必须先断 然后再正 如先断烦恼 再正菩提 又为自协所说的二转一国 也就是菩提国 涅槃国 以此二者为进入修圣道 而转烦恼 转烦恼成菩提吗 转所之障变成涅槃吗 而后所得的最圣妙国 故此二转一 又称为所转得之国 此即为此人 协计以异界天为究竟之转一 就究竟果了 即有若先家之际 六一天为藏身 不死之仙境 错误的想法 关键言明 关键异界诸天 六一天之天光 言明 以此行者刚破响音 原定发明 出得天言 故得关键六一天 或以出禅性无忧故 出禅就是社界出禅天 因为出禅是离生喜乐 系出离于异界烦恼 异界之苦恼不再逼迫 故他称之为无忧 此位是行者 或以离异界 忧恼的出禅境界 即为究竟涅槃 二四五零 或以二禅心无苦故 这个人 或者是将二禅的定身喜乐 心中无苦的境界 继为究竟涅槃 或以三禅 集业随故 此人 或将三禅的离喜妙乐 集其喜业 相随不离 集业不断的境界 继为究竟涅槃 或以四禅苦乐恶亡 不受轮回 生灭信雇 苦乐恶亡 因为四禅 继舍念清静 苦乐恶念 集不深 此行者 助于此境 便以为已超脱 生死轮回 不再受生死苦 因而 以四禅境界 为究竟涅槃 以上 皆是将有为 有肉 有为就是生灭 有肉就是烦恼 那个肉是指烦恼 有为就是生灭 把生灭法 烦恼法的 欲戒以及色戒天 继为无肉 无肉就是没有烦恼 求竟之圣果 你有肉天 做无为解 你有肉的欲戒 色戒天 继为无肉 无为的捏盘境界 无处安闻 安闻就这个闻 跟这个闻是一样的 没有以此 无处为安闻的 究竟归宿 为圣境一 为以比五处 为最圣经境 究竟之所一处 如是循环 五处究竟 循环 就是循环论证 推官 为经由 这样的循环论证 而没有称此五处 皆是究竟涅槃之处 此即是以染作境 还不知道说 这还在三界内 五限涅槃 无就是五处 限就是限阵 为此五处 皆是陷阵 捏盘处 新颠倒论 因为此人 以染作境 以有肉作无肉 故事心颠倒 盖子心颠倒 细致心磨之所成 一冠 又于三魔地中 之之善男子 兼顾宁阵 持正其心 不起爱求 外魔不复 能得其变 乃能增进而破 响音 响音即破之后 行音极限前 因此 他便能一定中 穷就十二生类 之生灭根本 行音 于是此行者一定中 观彼幽吟 轻轻 恒常扰动的根源 去世 但是他 与行音念念相续 无间之相 既其厚厚 厚厚就是最终了 必定有实体存在 恒常不灭 因而生希望嫉妒者 世人即以坠入外道 所既执之异界 社界 五处皆是 究竟捏盘之邪论 其中 有的行者 或以异界六天 作为正转一果 就是捏盘的几果 转来转去 还是在异界里面 这是由于他 在破了响音之后 与言定发明所得的 天言关键 异界诸天的天光 圆明超日夜光 天人不需要 太阳也不需要月亮 本身会发光 因而心生爱慕故 设计彼天为涅槃处 为涅槃界 有的行者 或以出禅天之离生喜乐 信无异界之忧苦故 设计为旧经涅槃 设计为旧经涅槃界 或有行者 以二传天的定身喜乐境界 心中 无苦逼切故 设计为涅槃界 或有行者 以三传天的离苦 妙乐境界 及其喜乐藏香水 不离故 设计为涅槃 设计为涅槃界 或有行者 以四传天之始念清静 得以此受不苦不乐 苦乐恶亡 便以为不再受轮回之生灭性 以正得不生灭性故 遂计四传天为涅槃界 此无则皆是弥有漏有为 仍在生死的异界色界诸天 而不解之 谬作无为之涅槃界 妄于此五处为旧经安婉之最终归宿 而且学迹此意 为最殊胜清静得 认为这个就是佛的地方 究竟之一处 罗氏行传论证 这关就是以此推比 以异界天 而推正出禅天 再以出禅推二禅等 而妄言 这五个地方 五处皆已达究竟连盘的无上结果 由世纪度五处皆是陷阵涅槃处 抵诸天人 得献受极灭之乐 不待将来 无需更修 因而堕落于外道之二见 也就是学佛法 变成了外道 以致霍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 是则名为第十类外道 所立于五因中 可得五种陷阵涅槃 乃心谋所成之颠倒恶论 第四结语 结语就是这十种行 行因十种谋境 定中用心交互所成 都是在修定当中 自心所产生的偏执 断肠空无 或者是有等等这些 天见 定中用心交互所成 主令保护 经文 阿难 如是十种传那狂解 皆是行因用心交互 故先失误 众生瓦尼不致蠢量 这个蠢就是衡量自己 这存本来是思维 也不好好的思维 不好好的衡量一下 不致量力的意思 不致存量 从此现前 以弥为解 自言登圣 大妄已成 有麻烦大了 将来多无建议啊 多可怕啊 奴等必须将如来语 以我灭后 传世莫法 偏令众生 结了失意 无令心谋 自其胜念 因为这是自心谋 所偏见的种种 偏见嘛 保持束护 消息卸见 教起身心 开解真意 以无上道 不遭知其 勿令心旗 得少为主 做大解王 清净标子 以下诸解都要看 很重要 如是十种缠纳狂解 就是这十种 于休息缠纳时 所起的狂解 狂者 因为这些 谋进到最后来 都变成 为正言正 自言登圣 所以成为狂妄之徒 任言真脉这么说 然 通论十种狂解 意思就是 先因所起的 十种狂妄的境界 不出断剑 不出断剑 长剑 空剑 游剑 只要加一个剑 就是偏 不是断剑就是长剑 不是空剑就是游剑 总是有一个支剑 且前面五种 属于断 前面五种 行音的前面五音 是属于断剑 长剑 而后面的五音 行音的五音谋 是属于空剑 还有游剑 又宗土狂谈 亦常有 类此情形者 宗土就是汉地呀 无令心谋 自取身孽 孽就是罪孽 心谋 以行音实谋境 皆是行者 自心之心谋 照作所其 非为外谋所作 为什么 因为看着不究竟 自己心 不是佛 误认为 他已经误了究竟 所以就在这个 不是最圆满的地方 误认为是最究竟 就开始起种种的偏见 魔则就是破坏 以致辞心不振 而起妄想祭祷 碎成自我破坏 心谋一焉出身 无令心旗 得少为主 心旗就是心中的祈求 得少为主 就是以稍微有所正的 解决变神满足 乃至依此而自满 以自满故 忠诚狂妄 这个多了 这现在的学佛的 尽叫不堪 心性不明 稍微一点点就不得了 成狂妄之徒 看得愣眼睛 生大惭愧心 佛陀教我们 千万不做圣洁 而众生之所以 会得少为主的原因 就是由于在出发心的时候 没有意义正性而发大心 而之所以不能发大心的缘故 也都是由于正性 正之见不足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绝对不是 制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解决的 你一定要记住师父这句话 信解行政 少一个步骤都不行 你要对佛有信心 你要解如来的真实意 行就是很重要 要脚踏实地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绝对没有办法一处几乘 不可能的 所谓的顿悟 也是由建物服务 会慢慢记住 一刹那之间 那个叫做建物 什么叫做建物 什么叫做顿悟 用一个比喻 你就知道 顿悟 比如说坐电梯 建物 比如说爬楼梯 顿悟就是一下子坐电梯 像讲堂一下子就到六楼 那有没有每一城都要经过呢 有没有每一城呢 一二三四五 每一城都要经过吗 是不是 所以六祖那种顿悟 不是今生今世 一生一世修来的 那是四线的 知道吧 六祖那个也是累积百千万劫 号称为东方如来 在我们汉帝 四线 顿悟 就是说 人家念到 因无所住 而升起心 无主教他 因无所住而升起心 人家就大怒 就成为一代祖师了 六祖怎么来的 是累积 成典节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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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学 然后在今生今世来汉朝 汉地出生 然后一撒那之间 听到无主开示 恍然大悟 你以为大家都是六祖 修行是点滴功夫 所以不可以恶小而为之 不可以善小而不为 你不要认为那一点点恶 可以去做 你不要认为说那一点点善 不要去做 所以这个福德因缘 要具足 弥陀经里面那句话 一句都没少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果 你看今天你要很看起来很清楚 少善根不能往生 少福德不能往生 少因缘不能往生 主位每天都在诵弥陀经 为何不解其意呢 那么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咯 怎么这个多善根呢 就是要听经文法 要解形并重 心境如意 是不是 要生信 要发菩提心 提起正念 修学佛法就是这八个字 发菩提心 提起正念 二六十中通通要用这八个字 这个是学佛的根本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就是开始念佛 也不听经 也不闻法 用自己那一套拜佛念佛 硬拗 烦恼 图不破 没有办法 搁不下 放不开 可是道貌漫暗然 却认为自己在修行 念两三佛 两三祭佛 拜两三祭佛 就说自己在修行 叫他 你不来听经文法吗 哎呀我自己看啊 这也不是这样 这样念佛而已吗 不不不 要对佛要对佛有信心 要解如来的真实意 你三要行 要实践呢 是不是 要切切的去做啊 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佛法 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嘛 是不是 再来啊 正就是 正悟到万法必尽空 啊 所以正量 有所正量就是 心静欲辱 啊 原来万法不可责 踏破铁鞋污密处 得来全部会功夫 不经一番寒测谷 焉得梅花扑鼻香 我们 虽然说 宣前一念当下本智记组 但是没有经过种种的痛苦 破折 你体会不出来 你体会不出来 没有经过 出世间大悟的大善之事 单凭你过人 打死悟不出来 虽然就在你的眼前 可是你就不悟 因此我们要了解 修学佛道 绝对不是命一记南无阿弥陀佛 送一部无量寿经 就可以搞定他了 这不可能的 这绝对没有办法的 果真你也能够万年放下 一天佛号提起 送一部无量寿经 而得成就 我恭喜你 那你是素世大有善根的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简单的人 但是一般没有办法的 说老实修行 老实修行 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你以为这么简单 什么叫老实 没有忘叫做老实 是不是 什么叫做专一 不起分别心 叫做专一 是不是 你送一部经 妄念那么一大堆 这个叫杂修啊 我送无量部经 心都专注在 不争不灭的真如自信 这个叫专修啊 你要弄清楚啊 专修跟杂修 还是在心性功夫里面 论断的 念一部经叫做专 那你真的专得下来吗 那就以少为主啊 是不是 那么信解行政 佛经讲的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信 要愿 要行啊 你看啊 要建立这个净土的信心 就有多困难 是不是啊 只是念佛 要念得自己很有把握吧 好 问一下 调查一下 你要十足的把握 灵命中 南无阿弥陀佛 西方圣事一定来接引你的 请几手 不敢啊 那就简单讲 就是你打这个没有把握的仗哦 是不是 所以我们 都错会佛陀的用心良苦 你也要信心 要愿力 愿 愿是由 愿是由愿力而来的 法愿 是不是啊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九牛不晚 法这个大愿 要行啊 信念行啊 行就是要解啊 要解如来真实义啊 要听经 要文法啊 要念佛 是不是 这个一点都不能少的啊 所以我们末法时期啊 很没福报 碰到了二字四 就跟他讲 本来要跑来讲堂听经 哎呀不用去了吧 你去了不是一样 回来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还是没有错 来讲堂念南无阿弥陀佛 回去 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可是你来听经文法 特别的伏底初心的解决烦恼 是不是 回去念了 你来听经文法 念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跟你 不听经 不文法 不解如来的真实义 念了那一句阿弥陀佛 力道是完全不同 力道完全不同 大悟的人念佛入目三分 其心就是佛 念佛就是三昧 而众生没办法 一念烦恼多 妄想也多 叹义也多 是不是 所以啊 自己不修行 又欠人家不听经 不文法 只念一句佛 好是很可怕的思想 专念是对的 但怎么个专法呢 你要有智慧吗 所以念佛对不对 对一半 要用大智慧念佛吗 诵经对不对 对一半 要用大智慧诵经吗 是不是 大智慧东东要排在前面吗 你念佛念到 刀枪不入 风仪都打不进去 三昧就成就了 这个才是功夫吧 如果我们念佛念佛 还在为了世间的假象 缘取燕灭的假象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好 那你想想看 什么时候入三昧呢 后面那个 不可以少上根 福德因焉 得生彼果 若一日至 其实后面那一句 一心不乱 你看看注意那个 一心不乱 就是一切佛法 必须三昧才能成就 一心不乱 四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已出圣众 现在其前 四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即得国度 四位 看今天能够少一句话吗 是不是 一心不乱 就是三昧成就 所以我们要往生 这个世界要打 那个有把握的仗 不能打那个 没有把握的仗 是不是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学习放下 要学习放下 不要去羡慕什么首富 不要去羡慕什么 哎呀 香港的港星 也不要去炒作星人 管他们两个人怎么样 烦恼这个烦恼这个 是不是 哎呀 这个吏霸集团又怎么样 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本来可以刺炸风云 啊 这个这个这个 长袖乱舞 哎 现在不行了 现在舞不出来了 郑桑本来是名流了 现在变成逃亡通气了 诸位啊 名利啊 对修行人来讲 就像过目的淫淫 不实在的东西呀 现在就眼睁睁 每天电视都在报道 这个集团啊 是不是啊 王先生啊 你想想看啊 抬来抬起啊 护照都被取消啊 连一个台湾都回不来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穷没有关系 穷得心安理得 知足就是最富有的 所以口袋里面的金钱 永远比不上脑袋里面的智慧 请你务必要记住师父这句话 所以把钱拿出来 不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啦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经典 不能曲解佛意 你要了生时又很有把握 是不是 啊 以下啊 是没有意义正信而发大心 而之所以不能发大心的缘故 也都是由于正信 正之见不足 盖修行 若不发大心 便极荣誉 以子于 图宗子种种化成 化成就是方便啊 而未为实在 究竟的涅槃成 就此今中所说的 十种狂解的 得少为主之人 都是已经正式取修 并且皆以正的谈了 而且又破了色 受想三印的深修之事 然而当今的所谓狂妄者 太半 太半就是大半啊 连得少为主都贪不上 因为彼等充其量 仅是学少为主 或者是修少为主 因为有的才 才开始在学习 或方开始修 仅仅修学的少少生 便觉得非常满足了 以此自满 而究竟自事 而悟空一切 已是成狂 哎呀这个墨法 这个时期啊 多得不生没几啊 焦金自事 悟空一切 大绝王就是佛 清净之标 就是清净妙法 这所标之者 也就是只指指本心啊 只指成佛之道 一贯 阿难 阿难 如是十种 于修西禅纳时 所起之狂解 阿难 如是十种 于修西禅纳时 所起之狂解 皆是行者 以响应破后 行一显现之计 但此行者用心不善 竟会与妄想交互灵涕 故信师等 欺悟境界 然而众生 冥惑迷惑 不自蠢度 施粮正法 及自己难得的身份 妄施正法及自我 逢此 宽悟境界 现前之计 竟以迷惘的境界 为得圣洁 开悟 而自言 以真圣慧 因此 为正言正 大妄于 业于焉 成就 来是当度 无见地义 受无量苦 奴等必须将 如来之正法语 以我灭后 传世于末法之旗 骗令众生 修正定者 解了失十种 心魔之意理 无令 行者至极 心魔至起狂解 因为没有大悟 从而 造大妄于之 生据罪孽 以保持正法 不令断绝 并以 促乎 正修之事 消灭 此习 种种颠倒 邪见 教其身心 开发 解了真意 以无上佛道 不遭 横置 欺路 而坐入外道 并物令其心 总生起 以祈求 得少为主之念 因而 多以以凡 外 前小 凡就是凡夫 外就是外道 前就是前教 小就是小胜 而得少为主之境界 意思就是你要发大菩提心 成就大菩提果 奴等西座大杰王 所教赐 听尽妙法之标志 直指本心 直视 臣佛之道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明天要补课 因为年关将近了 就剩下下个礼拜而已 不补课 讲不完 好 回向 愿意 此功德 愿意 如我们 庄愿佛净土 庄愿佛净土 一起念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徒苦 若有 欺发菩提心 请尽此仪报生 同生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 微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神 不退菩萨 翻开 二四五七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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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五七 第五节 四阴摩尽 这个四阴摩尽 就是指第八意识 非常的威细 在《能前经》讲 非二圣人所能皆知 也就是说 正阿罗汉果 或者正毕之佛果 仍然无法穷尽 第八意识的维序意识 所以他 对凡夫来讲 可以说是 几乎揭插不到 正阿罗汉果都没办法 何况凡夫 一四阴趣意识 定中出向 定中出向 经文 阿难 一四阴趣意识 一四阴趣意识 《与捏盘天》 《与捏盘天》 《将大明物》 《与捏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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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各称捏盘天》 《与捏盘天》 《与捏盘天》 翻过来 二四五八 因为 第八意识非常威信 大家对他很陌生 所以这个注释全部都要看 行音进者为行者 若在响音进行音现现之后 开始修断行音 为什么叫做断呢? 因为生命就是苦 只要是生命它就是会败坏 就无乐可言 以此修断过程当中 若能始终不起狂解 或一有妄念生起 便能截之不为所获 常注于原定 因此终能达到行音进的地步 所以这个修行的关键就是 你在生命的法当中 起了一定贪 生 痴 嫉妒 或者做其他的烦恼 或者是我慢的烦恼的心 起来的时候 赶快检查就同时放下 那么这样是真正修行人 慢慢慢慢把万法回归在当下 不要被境界和烦恼拖着走 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如果我们的检查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维序 来釜底抽薪的解决 人生宇宙所发生的种种痛苦和烦恼 那么就会离佛遥远 但是会用功就在现前当下这一念 不会用功就会变成百千万亿结 因为佛在哪里一直找不到 对不对 如来则及诸法如意 你一切向及明诸佛 已经告诉你很清楚了 那自信就是佛 诸世间性是指世间的生灭性 万法都是这样子 你发射太空舱到外太空 你住哪一个星球 其实答案都是一样的 生生灭灭 延起延灭 万法 空无自信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悟的人没有什么叫做 稀奇古怪的东西 只有无知的人 无明的人 世间才有稀奇的东西 没有的 幽青扰动 同分生机 同分叫做重同分 这样你们看不太懂 要用大家听得懂的名词就是 共业所感的世间 譬如说虚空 或者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山河大地 人类看得可以看到虚空 是无色的 可以看到山河大地 这个是人类共业所感的一个世间 那是重同分 但是呢如果是以一只蚂蚁来讲的话呢 你把它一只蚂蚁也把它放到 森林里面 它不知道那个叫做森林 因为它的境界不够 它在一棵树上爬来爬去 爬来爬去 它怎么知道那个是一棵树呢 所以就人类的角度能看到山河大地 西空就一只蚂蚁的角度来讲 它的重同分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人类的共业所感 看出来的世间 跟基督在地球的众生 看出来世界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鱼生长在大海里面 它看出来的世界跟我们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虽然说重属在这个地球 可是这个重同分就是共业所感的 看出去的像不一样 不一样 生机生灭之机 机的同机动自食也 此机为幽影轻轻而扰动不息 众同分的生灭之机 所以我们共业所感的答案就是 只要是像通通是生灭的 既然是生灭就会败坏 所以执着也没有用 所以你执着会痛苦 以及你执着过日子不如放下 但是记得要锁住英国的法则 等到要开始啊 恶业来缠住了 才要说我怎么活得这么痛苦了 来不及了 因为你的恶因已经造了 恶国就一定要受报 来不及了 那底下啊 这个叫做树然灰裂 树然就是突然灰就是灰裂就是破坏 卜特切罗翻译叫做树取去 这个不念树 这个念要树 树就是树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啊 树树就是多的意思 去就是得到去就是六去 树取去就是一次又一次就投胎 去六道轮回 树树不断地由取而得六去之果报 叫做树取去 也就是众生 换句话说 你只要执着的心不断 轮回就跳不出来 要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不把圆取圆灰的这个假象的世间看得很开 念佛也是不得力力道不大 所以万言放下 一念提起就是这个道理 你一直执着也没有用 因为它会毁灭的 但是你不珍惜它也不行 你没有借重这个色分也没办法修行 啊所以修行是有点麻烦 太爱惜这个色分变成着像 你不爱惜它放弃你不能成佛 没有这个假象你怎么成佛呢 所以要拿捏得刚刚好 不可以让它太享受 但是也不可以啊像外道啊 吃尽苦头 就是啊那个无意的苦恨 那个也没有意义 太糟蹋了自己 有的人动不动就跑去自杀 有的人动不动也就跳楼 有的人动不动就喝农药 这个对佛法来讲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色身是假象 可是它可以让我们修行 可以让我们做功德 变成一个工具 可以发挥同样一个人的人生 但是呢大物可以救无量无边众生 底下说仇业生脉 仇业就是仇达树叶 也就是树叶之报 所以任命比算命更重要 啊要任命接受这个事实 啊结婚了夫妻再怎么样苦 啊尽量不要离婚 啊除非不得已了 啊因为这个已经 也已经造成了啊 啊生脉生前之脉络 也就是行因啊感应玄节 感应就是因果的感应 为什么因因果的感应会玄节呢 因为第八一世就像一个仓库 前妻世是在照三月跟二月 通通搬来第八一世放着 变成种子是不是 所以你前妻世啊行因突破了 那么因果就断了 啊所以就是因果的感应 前就是圆了 结就是断结结基了 为行因为能感能能感应 因果者而今行因已经尽了 因果是生前没落变断 就是生死了 因上果就亡 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 菩萨还没有造这个恶业 就好好的警惕自己 众生是等到受到痛苦的果报 他才发现啊我不应该这么做 那来不及了 故不复受伸 因此说感应因果之行因 已断结弦远 也就是说行因已经远离 将大明物就是天亮 得大醒觉 大觉物 精色是精明之色 天将亮之时 天上虽有精明之色 但未大明 这用以象征 这用以象征于信天之中 行因已尽 事因显现 故于信天中 现有精明之属色 但仍未放大光明 内外占明 内六根 外六层 占然明测 什么叫做占然明测呢 就是清除透彻 不被迷惑 根层化为一位 为什么都是同一个本性吗 情与无情 童年总是 就是这个道理嘛 内四大 外四大 本来就是同一个本体的嘛 地水火风 本来也是同一个本体嘛 是不是 归于一体嘛 而无复内外相隔之相啊 那我们受益业力啊 我们变成分内四大 外四大还执着不得了 为了这个假象 贪生痴 造无量无边的恶业 灵命中双手一刹走西归 遵循着业力的英国法则 继续去轮回 所以众生的 没有听到佛法就很笨啊 用这个设身拼使命的造业 却待不走 拼使命的贪钱 才设明十岁 却不能拥有 就是 儿君安在哉 赐必复里面讲的 儿君安在哉 寿命严有 寿命 即寿生啊 寿生 寿生 是根由 即是 第八诗 啊 寿命严有 官有 知缘 有就是根由 就是世音 持 就是记之 缘 就是本缘 真心啊 为此行者观自己 寿命之缘由 就是世音呢 便记之他 是 本缘真心 诸类不招 诸类就指十二类生啊 若暖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想若无想 若非有想若非无想 等等 招就是招淫啊 为十二类生 绝不能招引他再去受生 因为他的行因已禁锢 翻过来 二四六零 以十方戒 一或其同 或就是得 得正啊 同就是同一个世性 因为万法为心所造嘛 为已经正得十方戒 皆是同一个世性 也就同是为世变现的 经色不成 其世经原名之色 不再成立而复现暗明 发现幽密 发现就是开发显现 幽密是幽暗隐密之处 也就是世音之体 以行音寄灭 世音即显现 故有如开发显现出 幽暗隐密之处 慢慢的开发 维系的第八意识 显现出来 一观 安安 比三男子修三摩地 以修断行音 但一向不起狂劫 狂劫就是如外道的狂劫了 就是错觉了 因而得达行音尽者 此因而得达行音尽者 其诸世间生灭性 幽隐轻轻扰动不息 众同分之生灭激疏 众同分之生灭激疏 感应之根本 便以弦言断绝 当此之时 行者于涅槃之 信天将大明雾 因为第八意识 接近清静心 天将亮 如鸡以为名之后明提 啊 早上起来 啊 天空啊 那么显现这个一度白色的 鸡就叫了 此时 十三故东方已有精明之色出现 但仍未大明 此时六根皆不受外臣 故一片虚净 其心无腹奔驰善意 此故内六根 根外六臣 皆赞然明测 赞然明测有什么好处 就不再被迷惑了 学佛有什么好处 学佛就是你说 凡是所有像都骗不过他 且根尘化为一味 一体无腹内外之下 故入无所入 从而生达十方世界 十二种类 再以众生投胎 受命之根本缘由 由是第八识便显现 行者 虽得关键此缘由 是因之体 然而却指此为其本缘之真心 就错认了 是故人不能破之 虽不能破是因 但由于行因已破 故诸十二类生 皆不能遭引他再去受生 因为他于十方界已获正其同一世性 也就是十方同时为世便现 其世经原名之妙色 不复成立古墨于无名 因为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 无知就是无明 佛说讲的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 什么叫无知 就是无明 就是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有 以其行因已尽 世音显现 故有如开发显现 幽暗隐秘之处一般 一如脱下外衣 然有无法破之 此则指责名为 本心被世音趋于 居于趋于 侠于中之相 这个是世音的初相 二 世音近相 世音近的就快成佛了 啊 定中莫相 今晚 若亦勤朝已或同中 消磨六门 何开成就 见闻通灵 互用清静 十方世界 其与身心如肺流理 内外明测 明是阴近 世人 则能超越命佐 命佐就是命根 所以第八四一般称为 通声为灵魂 灵魂 佛教讲第八意识 世间讲灵魂 所以灵魂在佛教的解释是 迷了清静的 妄动的维系意识 就是灵魂 观其所有 王相虚无 颠倒妄想 以为其本 注释 若亦勤朝已或同中 勤就是众言 是指十二类生 朝就是朝感 果报之千朝 或就是德 正 同就同一为事性 中 境界之中 位于十二类生 之果报朝感 以正得其同一之 唯一是性 消磨六门 这消磨就是消融 因为我们众生是隔阂的嘛 他把六根 通通融为一性 所以六根门头放光动地 就是这个道理 随眼显现 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 通通在六根显现 六根 六根隔别之相已经消融 那么六根 变得融通为一性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同一个清净自性 和开成就 和是为一 开是六 为不论是令六根和而为一 或者开而为六 是行则皆已得自在成就 六就是言而彼此生意啊 那么见闻通灵见闻这是色 词细色见闻结之常秀 当然也是言而彼此生意的作用啦 但六用通灵不隔 就是六用不隔阂了 互用清净 也就是六根之互通而共用 共用一个清净自性 通通是清净 前五福藤以及圣意 这隔阖 福藤就是我们所讲的肉 肉就是肉眼 耳朵也是肉做成的 圣意就是我们所讲的类似 类似神经系统 就是圣意根 一个叫做福藤根 一个叫做圣意根 注意福藤根就是我们眼睛的肉眼 而圣意根是类似神经系统 但它却不是神经系统 是意识 所以灵界通灵的人 大部分都是透过神经系统 来跟我们有形的人类讲话 因为灵界跟人无法相通 所以必须透过灵媒 那么这个灵媒大部分都透过神经系统 来作为媒介 比如说一个人附身 那神经系统被控制住了 都是从神经系统 所以记得如果你家有人走某 走某难难置疑 不能克制 好像鬼魂护身 鬼魂怕什么呢 怕镇静 怕镇静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晚上睡觉 要用一点安眠药给他吃 这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长期以来被鬼附身啊 偶尔去打一项镇静剧 鬼附不起来 因为他控制你的神经系统 然后用大杯作祟给他喝 大杯作祟给他喝 大杯作祟给他喝 也要佛力也要人力 因此 如果你受到鬼魅所禅 晚上不能睡觉 来用这个方法 一点点安眠药 让他休息鬼跳不起来 他一定要透过你的神经系统 十方世界 只以身心如肺流理 十方世界是指外气世界 身心为友情世间 也就是一暴跟正暴 非流理就是流理 又作流理 匹流理 亦为青色宝 唯于七宝之一 其宝青色 迎色有光 凡物尽之皆同一色 既经典 既经典这么说 虚空之色 就是青色 也就是由西米山 南方之流理宝所映现者 阿比达摩大匹佛说论 是谁宝威得色现于空 故瞻不周空是肺流离色 事因尽 事因尽时 即得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 故生灭 何何之相俱灭 一念不生 就是十方诸佛所宣说的共同道理 一切法无生 所谓生是妄念生 阿 我们庸庸碌碌的过一生 从来不觉悟冷静下来 剖析一下人生和宇宙的真理 停不下来 拼命的冲 想要追到什么快乐 抓到的东西又很快消失 从希望当中 得到一点点希望 得到一点希望 后来毁灭又变成绝望 到最后 人在绝望当中交出我们的生命 你所贪婪的东西带不走 可是那个恶业 却会继续作为下辈子的种子 没有学佛就是很悲哀 超业命着 前面经中是命着银 奴等见闻言无异性 就是异性也 然重臣令之隔夜 无状无端 益相生其成为六用 这个六用之信中本相知 但于用中却相悖 其同以益施 就是诗一 准相知忘禅 名为命着 现在由于何开皆已成就 一六俱亡 也不找一个一的清净自性 也不找六根 所以无腹相知 故能超越 所以要超越就是相一定要看得破 就是这个 二四六四 观其所由 观就是反观 回观 世音 为世音 破后 反观世音 之所由来 亡相虚无 亡就是无 为世音 本无相 其体 本质 空局 所以啊 万尽本贤 庸人 至老 就是这个道理 万法本来就空 我们从毕竟空 因为妄动 变成毕竟有 贫劳命的 就是要执着他 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 继续轮回 颠倒妄想 以为其本 为世之体 本空局无相 但因为颠倒妄想 而令无相 而现象 就是分别性 世音 乃得一中生起 此为世音生起之本 一贯 修三昧者 若以情生果报之千招 以获正 同意为世性之境界中 以诸法依信故 其得消融磨尽六门之差别相以用 以合而为一 以及开而为六 两方面 皆得自在成就 有 顾其见闻等六用 便能通灵 而不割葬 六根互通 共用清静 而无所染拙 佛 外戏 外戚皆之十方世界 其余 内身心有情戒 一切 一报正报 皆如肺流离堡 内外明册 换句话说 什么叫做佛 佛 佛就是能透视 这个世大的假合 能透视一切万象 都是缘起的 若见诸相 非相 即见如来 你能了悟一切相 总是因缘和好的 它不实在的东西 万法无有真 理假一切真 就是这个道理 非流离堡 简单讲 内外明册 意思就是说 佛有贯穿 相的能力 能穿越一切相 都是假相 他知道执着 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会变成 心灵清静心的绊脚石 变成生命内在世界的压力 所以我们简单讲 就是那一块大石头压住自己 不肯放弃那些不必要的观念和真子 我们把自己压得死死的 是佛所同情的 我们把神经系统紧奔着 斤斤计较 晚上连睡觉都睡不着 为什么何苦来哉 是正因为我们没有悟 不知道说 我执也要过日子 放下也要过日子 当然就是放下的日子比较快乐 是不是 换句话说 一切众生都是因为执着分别颠倒妄想 继续造业继续轮回 而你轮回的很悲哀 很可怜就是多此一句 本来就空啊 没有轮回啊 但是我们对这个虚无的假象看不破 就拼死命的以为有一种东西可以追求 因此妄想不断 颠倒不断 执着不断 吵吵闹闹闹闹过一生 至令非有而现有 以为其身 身体之本 以为其身体之本啊 二四六五 那么前面这两段是初相跟末相 师父讲的就比较详细 因为世音对大家来讲很难 因为他很维系 而连二圣人都无法穷教 何况我们反复